各种的这个武器的生产了 所以千禧年之后有马各哥哥的战争 但是马各哥哥的战争也比不上 这个约尔说所提到的这个AI的机器人的战争 所以哈米吉多顿大战除了有这个东方王 北方王南方王西方王都汇聚到哈米吉多顿 要来打这样的一次一次大仗 但是呢这一次的部队呢有很多很多是AI的 除了有无人机 我们就晓得目前呢美国派了许多的无人机 在许多的国家上空呢做侦查做监视 也做攻击 所以我们晓得约尔书就看到未来的世界呢 会有AI会有人工智慧的无人机的军队 无人机的作战 这就是人祸 这种人祸会比蝗虫更可怕 约尔书他所提到的仇敌呢 没有提到亚述帝国 也没有提到巴比伦帝国 所以约尔书他很可能是在主前八百多年前的一个先知 那他所提到的仇敌呢 还是推罗要西顿啊 埃及啊这些早期的仇敌 所以我们晓得约尔书的确把神的警告 有天灾有人祸描写的是淋漓尽致 短短的几句话却描得非常非常的传神 非常非常的写真 在天灾人祸横行的时代 约尔观察到圣殿无法献祭 无法献祭就不能够维持人和神的那种直接的垂直的关系 所以约尔就非常非常的着急 非常非常的痛心 但是感谢神 神就借着约尔应允 应允神的拯救 所以神允许天灾人祸的目的 是要人能够悔改 能够认罪 能够更新 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回到第二段告诉我们 先知传上帝的应允 大家说 先知传上帝的应允 我们来看二章十九节 二章十九节 感谢神 神不是要降灾祸 神乃是要赐平安 神创造人的目的呢 乃是要赐福 赐大福给人 所以约尔书二章十九节说什么呢 耶和华应允 他的百姓说 我必赐给你们五股心酒汗油 使你们饱足 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禄 当有天灾的时候呢 哇 是地土 是非常的荒凉和悲哀 因为所有的龙作物都完全的枯干 那时候所有人没有喜乐 喜乐尽都消灭 哇 但是呢 约尔 他继续领受 圣灵的感动启示 神就借着约尔说 我要拯救你们 如果拯救你们呢 只要你们肯悔改 我就会补还你们 哈利路亚 这是何等何等的恩典 第二章的二十五节 二章二十五节 大家来看啊 神应许我们什么呢 他要补还我们一切所失去的 带来安慰带来喜乐带来饱足啊 这是何等的恩典 所以约尔书的二章二十五节 圣经说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就是蝗虫男子 马扎 那些年所失的 我要补还你们 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 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 耶和华 你们神的名 我的百姓 必永远不至羞愧 哈利路亚 神的百姓 何等的蒙恩得福 我们这些被虫虫危机 剪虫蝗虫 男子马扎 这些昆虫所吃去的 所偷窃的 所抢夺的 上帝如何呢 上帝说 只要我们肯悔改 上帝就补还我们 对你旁边讲 上帝要补还你所失去的 上帝要补还你所失去的 抓住这个应许 其实在我的经验当中 的确我也失去不少不少 但是上帝一直恩待我 怜悯我 上帝一直补还我 天坊堂 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证明 凭着我跟师母 我们哪有这样的本事 哪有这样的这个能力 能够能够为神国开疆阔土 为福音得地为业呢 天坊堂 前院有一亩地 后院有一亩地 然后我们现在又开疆阔土 然后让很多很多的丛林 师母的我都把它铲除 然后但是还需要有更多更多的 神差遣的人来帮助我们铲除 因为还有很多的地呢 都被那些丛林啊 都被那些荆棘给覆盖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继续能够为天坊堂呢 开疆阔土 披荆斩棘 所以我们一到天坊堂 就看到神给我们的安慰 是何等何等的 补还我们了 我们过去的确也失去不少 被骗不少 但是呢 神都补还我们了 所以感谢主 在天灾人祸的期间呢 天荒凉 地悲哀 五谷枯竭 但是呢 现在神恩代 只要我们悔改 地土就欢喜快乐 大家看二章二十一节 二章二十一节说什么呢 地土啊 不要惧怕 要欢喜快乐 因为耶和华 行了大事 哈利路亚 在天灾的时刻呢 所有的牛羊生畜 没有草吃 但是神要让 所有的田野的走兽 不再惧怕 因为旷野的草发生 树木结果 无花果树 葡萄树 也都效力 西安的民呢 你们要快乐 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欢喜 因他赐给你们 和宜的秋雨 为你们降下甘霖 就是秋雨春雨 和千钱一样 何尝必满了麦子 酒炸与油炸 必有新酒和油盈益 哈利路亚 所以呢 从荒凉 就变成满意啊 福杯满意啊 哇 在天灾人祸期间呢 大家是苦不堪言 痛苦哀嚎 要禁食 要哀愁 可是呢 感谢神 对于肯认罪悔改的人来讲的话呢 神不但是补还 要他们保足 而且神让他们要如何呢 要喜乐喜乐大喜乐 我们看二章二十三节 二章二十三节 哈利路亚 你看看 哇 多么棒啊 二章二十三节 二章二十一节说 地图啊 不要惧怕 要欢喜快乐 二章二十三节 西安的名呢 你们要快乐 哈利路亚 我们要为耶和华 我们的神欢喜 所以不再哀求 不再痛哭 也不再禁食 而可以 all you can eat 而且吃得饱 而且吃得饱足 吃得快乐 吃得欢喜 以前天灾人祸 时间是居民发战 居民忧郁 居民恐怖 但是呢 现在的居民呢 是欢喜快乐 所以只要我们愿意 明白神的旨意 神允许天灾人祸 保安 窒息 少命 所以就造成了 明尼苏打州的大暴动 然后之后就蔓延到全美国许多大城市 也纽约也遭波及 所以呢 我们悔改 要从神的家来代表性的 代替性的 也真正的悔改 怎么悔改呢 约尔书第二章 说什么 十三节说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 撕裂衣服外在的表现 很容易把衣服撕破 但是呢 上帝是叫我们要撕裂心肠啊 求主帮助我们悔改 这里提到很多很多经文 第一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 祭司啊 悔改是要祭司带头悔改 所以我们这些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责无旁贷的 我们需要带头悔改 神恩待我们 神对悔改者始终是怜悯 始终是恩待 神对悔改者不是震怒 也不是惩罚 所以感谢主对于悔改的人 这里怎么说 十三节一章十三节 祭司啊 你们当妖术麻布痛哭 我们很多人 的确会哭 会哭 但是呢 圣经当中 这段圣经特别提到 我们要痛哭 事后祭坛的呀 祭坛是于而非常非常看重的一个圣礼 所以祭坛我们讲过这个创世纪也讲过了亚伯拉罕为上帝 屏高的时候呢 我们更要看重我们的随之关系 所以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天天背着十字架 那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 是走向加略山 走向摩利亚山 那是一座登山之行 那是极其极其痛苦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这些君尊的祭司啊 我们这些伺候祭坛的人啊 我们这些侍奉上帝的呀 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 因为数祭和殿祭 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 你们要分定进食的日子 宣告严肃会 招聚长老和国中一切居民 到耶和华 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 所以约尔告诉我们 我们要痛哭 我们要哀求 而且不是祭祀 不是侍奉祭坛 侍奉上帝的人而已 我们还要号召长老 还要招聚国中的一切居民 去哪里呢 去到圣殿 向谁哀求呢 向这位创造我们的主 求他怜悯 求他赦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还医治一切的疾病 还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 只要我们肯归向他 只要我们肯不再背叛 不再偏行己路 而愿意单单的追随圣灵的脚踪 单单的跟随耶稣的脚踪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圣灵降临节 圣灵的风已经吹来 圣灵其实也可以翻译做圣气 圣气啊 圣风都可以 因为同样一个字 我们人的身体啊 最重要的健康元素 就是气血要循环 对你排名讲 气血要循环 气血要循环 神透过泥土 尘土造人 把人的骨骼 然后最后加肉 加血管 加神经系统 最后包上皮 那成了一个人的模样 但是神就用他的生命之气 然后像鼻孔吹气之后呢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他就成了活的魂 所以呢 是先有血再有气 大家说 先有血再有气 然后再吹气 所以我们的血跟肉呢 我们的筋肉 我们的神经系统呢 都需要什么 需要气在那里运行 在那里通胜 所以气痛则不痛 气不痛则痛 所以一切的疾病 一切的肿瘤 一切的阻塞呢 都是因为气不通 所以我们需要圣灵 向我们的身体吹气 一吹气的话 我们就气血就循环 细胞就活化 我们感谢神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与神对齐 向神敞开 圣灵就对我们吹气 我们的身体呢 就成了成了 不但是有灵的活人 而且我们也能够 像耶稣基督一样 可以成叫人活的灵 哈利路亚 对你旁边讲 我们要成为叫人活的灵 我们要成为叫人活的灵 我们感谢神师母 大家晓得他有恩赐 能够叫许许多多不孕症 做这个人工受孕 几次花几万美金 都无法怀孕 无法保胎的人呢 师母欲祷告 就让他成功受孕育 然后成功生男或生女 这的确是恩典 我们感谢神师母 也有恩赐 也有爱心 也有信心 常常也成为叫人活的灵 很多人因为见到师母呢 就没有阴霾 就没有乌云 为什么呢 因为透过师母的信心 透过师母的喜乐 就把很多很多 活在乌云密布之下的 那些忧郁的 那些痛苦的 那些昏暗的 那些丑陋的人呢 能够提升提升 因为垂直关系 不但提升提升 垂直关系 就提升到乌云之上 大家晓得 有一首歌叫做云上太阳 云上的太阳 永远是如何 光芒万丈的 哈利路亚 云上的太阳 永远是 不会有乌云密布的 从云上看太阳 太阳 从太阳来看云 那个云呢 是 是非常非常缤纷 非常非常艳丽的 所以你的垂直关系 能够越高越高越高 高到与主同在 与主同坐王的话呢 哇 你想想看 你不但能够叫许多的人 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 能够从悲哀进入喜乐 而且你能够像耶稣一样 成了叫人活着灵 哈利路亚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的的确确 只要人肯悔改 人肯悔改 不要在特别思念地上的事 思念物质的事 而要思念天上的事 思念属灵的事 因为一切看得见的 一切有形式的 都要消化 都要分解 都要过去 都要毁坏 那不能够朽坏的 才是我们最该看重的 最该在乎和关心的 那什么是不能朽坏的呢 就是那看不见的灵魂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神要补还我们 不但我们失去的物质东西 神要补还我们 被撒旦魔鬼 辱力去的灵魂 神也要我们 受压制的 得自由 被辱的 得释放 基督的灵 是叫我们 得自由的灵 哈利路亚 感谢神 约尔书告诉我们 神不但要补还我们 而且神还要 浇灌我们 哈利路亚 圣灵 除了像风一样 像火一样 圣灵还要像水一样 交换交换交换 充满充满充满 这是何等的恩典呢 交换 哇 倾盆而下 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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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悲满意的 所以我们感谢神 大家来看 约尔书的二章二十八节 也就是 使徒彼得 他讲的第一篇信息 他讲到 引用约尔先知的话语 就是引用约尔书 二章的二十八节 我们来读 二章二十八节 来请师母读 约尔书二十二章二十八节 以后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一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二十九节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我的仆人和食女 在天上地下 我要显出其事 有血 有火 有烟柱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耶和华明的 救必得救 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 在西安山耶路撒冷 必有逃脱的人 在圣下的人中 必有 耶和华所照的 好的 感谢神 从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 有提到 神给我们的灵恩 圣灵 降灵 带来 圣灵的 果子 和圣灵的恩赐 所以何等其妙 那二章的三十二节 告诉我们的是救恩 凡求告主名的救必得救 大家说 凡求告主名的救必得救 这个主名 这个主名是什么呢 就是凡求告耶和华明的 耶和华的明 我们讲过 就是YHWH 就是亚卫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有永永 自神永神 自存永存 自在永在 自真永真 自善永善 自美永美 自福永福 哇 这个名字实在太奇妙了 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所以只要你求告这个名字的话 你就必如何 就必得救 求主帮助我们 不单单是知道这个名字 认识这个名字 也不是单单相信这个名字而已 我们还要求告 大家说要求告 要求告 不单单是一次求 我们要天天求 感谢主 活血德尊教会 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是早上七点钟有成岛 中午一点钟有舞蹈 晚上八点钟有晚岛 我们一天有三次的祷告 有许多的人都在那里配搭 都在那里连接 都在那里祷告和侍奉 每一次我在听这些祷告的时候呢 我的心中得着激励跟感动啊 特别特别感动的是 过去没有祷告的人呢 在Zoom当中都开口祷告了 而且他们祷告的内容 是让我实在是感动啊 我们相信阿爸天父在天上呢 也是感动 也是欢喜 因为这些祷告呢 都是发自内心的 不但为美国祷告 为所有行政掌权的人祷告 为医院医护人员祷告 为这个疫苗药物研发人员祷告 为这个军警各种人员祷告 也为自己家人祷告 哇我看到美英的三个孩子 还有他的侄儿呢 哇一祷告 我实在觉得 实在是怎么教出来的 那美英说 不是他教的 是孩子自己亲近神 然后得着神的感动 哇我听到了Christina祷告 我发现他的中文这么好 他是在美国生的ABC啊 可是他的中文程度呢 不差那些在大陆生的 他的中文非常非常顺畅 而且他的国语是非常非常的标准 而且他的上文下理 潜词造句呢 都是经过他的头脑 能够很顺畅的 就口若悬河 活水江河就涌流出来 当我在听他祷告的时候 他说上帝啊 求你帮助我们 他下面就在想 帮助我们做一个乖孩子呢 还帮助我们做一个好学生呢 他最后讲的话 求你帮助我们 做一个很爱传福音的人 哦这句话让我感动 这句话你说神欢喜吗 当然欢喜 而且他们的祷告 不管是Christine Loy Wilson 还有他的职人呢 都特别强调 求主帮助他们 能够成为一个懂事的孩子 哇太棒太棒了 哦懂事 不但要懂 要懂的人间的事 而且要懂上帝国的事 要懂天上的事 哦求主帮助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圣灵要充满谁呢 圣灵要充满凡有血气的 一切的儿女 要说预言 Hallelujah 所以这里约尔告诉我们 上帝应允什么呢 上帝应允是凡有血气的 凡有血气的 要被圣灵浇灌 旧约时代就有圣灵的降临 但是在那个时刻呢 是比较是短暂的 而且是特殊的人物 是神所特别高谋 特别使用的 可是在约尔书预言呢 当时候到了 也就是 这个耶稣 三天之后 十天 时候到了 五旬节到了 那圣灵降临了 所以 圣灵降临之后呢 这个时代就开始成为 圣灵的时代 那圣灵的降临呢 还是普遍的 还是全国的 甚至是长期的 永远的 所以呢 不单单是凡有血气的 而且这里 尤大在缩小说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对你旁边讲说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所以我们看到 每一个孩子呢 每一个儿女啊 目前都在说预言 预言是什么呢 预言就是真道 神的道 使我们洁净了 神的真理 使我们得自由了 所以我们感谢神 每一个三个孩子 第一还有加上她的职儿 在疫情期间呢 实在是被洁净了 实在是被充满了 也实在是得着自由了 他们已经超越环境 超越疫情 他们是用天上的角度 他们的垂直关系 已经高到神的宝座那里 来看地上的万国 万事万物万民 哦 你知道吗 每一个三个孩子 何等有福 我们求主帮助 更多更多的孩子们 都能够被兴起 无论是品庭的孩子 无论是这个 这个灵杯的孩子 还有更多更多的孩子 都被神兴起 求主帮助我们 把握疫情期间 在九月份正式开学之前呢 让我们能够继续 找岛 舞蹈 玩岛 现在网站当中 有一些问卷在调查 是不是九月份 要恢复 正式的学校的上课 还是继续维持 网上的上课呢 正在做问卷调查 求主帮助我们 无论是在学校的上课 或者在家里 上网上的课呢 都要求主 让我们基督徒呢 能够把握机会 让我们的儿女如何 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就是说真理 就是说上帝的话语